见到他出了业绩 今早段也是做好的 朱sir你收不收货呢? 比亚迪的投资前景如何看呢? 比亚迪昨天晚上出业绩 因为公布业绩通常可以有两种报表形式出的 一种叫做中期未收入业绩 他通常都有简明一点的 业数比较少 他昨天出的那份是比较大份的那种报表 大概是110多页 我昨天就看了 大家不需要说 你是不是付出了很大的功夫? 你的黑暗圈是否黑了呢?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自己的速度也挺快的 所以110多页我真的都抬起来 其实时间不需要很长 我今天就准备了一些东西了 我想脱离一般人去分析比亚迪的位置 因为一般人分析比亚迪 通常都是说 销售是增长多少 或者盈利增长多少 直接说Early Pashires的结果 最多都是说到这一道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心看完 110页的话 你应该有机会得出一些 除了我们经常讨论的Early Pashires 这个坦白说就是省华投资者最关心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础投资者 或者Fundmanager的角度 他看东西是怎样看呢? 我想带出一些新的视觉给大家 当然我整堆资料可能也比较长 所以我中间讲完一段之后 可能就紧接我们给你再一步问一下 如果我说得太涌场就不是多好 首先 销售增长60多个%是人都知道的了 不用听我说的 第一就是说它在诸多的财务费用里面 它的表现是怎样呢? 首先它在销售管理和研发费用里面的增长率 是与销售的增长率是一致的 特别是在研发里面扔的% 那个升幅都相对比较大 那你就会见到其实当研发来说 是当它的投入是比较有Efficiency 或者是有意而不是卫消而消的情况之下 它那个增长的研发力增长速度是这么大 其实也可以这样讲 会进一步是颇有机会奠定了 它相对是其他的同行的差距是会有机会拉到越来越阔的 这个是第一个的看法 而第二就是说其实它很有趣地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一间公司你有这么多负债 正常来说一定有财务成本的 就是财务费用可能是暴增也不奇怪的 很多人就以为 我们现在的负债那么大 你的负债应该是绝对自己提高了的 那你的利息支出不是应该多了吗? 先跟你讲个结论 它的财务费用颠到什么地步呢? 是负数的 什么财务费用颠负数呢? 即是它的利息不用给利息 它为什么这些多人不用给利息呢? 其实它没有给利息的问题 我们就是说它的利息支出大概是6.5亿了 这一季或者半年 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说它的利息收入到8.4亿 它为什么利息收入是8.4亿更多 比利息支出6.5亿呢? 因为它现在的收入大 它收入大了那么多 它肯定是有部分的钱 拿来做一些可能利息的理财产品 那变成了它那些当是fixed income 是更多的资出 这个OK 而同时呢 它有一定有些投资的收入 这个投资的收入是6.49亿 相对投资亏损 我年联营公司的亏损是3.69亿 这个项目 所以这两部分加上 是令到总财务成本是负数 而财务成本的负数 应该是近年里面 在财务成本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OK 再一步看到的是所谓 因为赚得太厉害了 收入 收入的含金量太厉害了 所以是令到诸多的财务figure 就开始来说是转好了 另外就是说 也可以中途休息 先停一停 先多说一个点 这个是一个极度强力的点 你不要只看利润表这个 如果你看现金流量表 它的行动财务是很厉害的 相对于去年和年的期间 它的OCF 其实流入去年只有96亿而已 它现在的OCF 是有430多亿的 增了差不多 静育增了300% 你再一步可以看到 因为你OCF 你的提升是相对来说 幅度是这么大 你就可以体现到那个 是纯利或者整体的所谓的含金量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回 暂时斯特德顿 就是说暂时可以说到这一部分 他有一些 他经常关心Olympus Shares的财务以外 其实这些旁选的财务 更加可以体现到 业绩的含金量 是 好了 刚才听朱sir说的 内部细分的数据 我觉得朱sir觉得 他前景的感觉也挺良好 或者他的营运 他的管理层也挺好的 已经有观众 在check room中问问题 有兴趣的话 1211 什么价格可以进入呢 1211 我稍后可以回答这条问题 程智芬 刚才我说 我准备的资料 由于商量比较多 中简可能隔一间场 我现在也尽快精简地 读读其他东西 然后再顺应观众 最直接 最意识的题目 例如股价追渣沽 例如做个攻略 是很明白的 那我就读完这些资料 他在现金流量表里面 其实除了OCF是强劲之外 他另外在那个 因为现金流量表 我们有三表 即是三个项目 即是OCF 然后还有Investment cash flow 最后就是融资 即是Farancing cash flow 我们就是说 如果是投资那一部分 他由于OCF是膨胀了三百亿 那他又将OCF 是凸了三百亿 就审计到投资那里 你见到那条数 是配得很合格 很齐巴巴的 是 因为他的OCF是431 减相对上年96 他凸了差不多是三百多亿 那他投资的所谓现金流的流出 就是由上年的二百亿 就是变成五百亿 你见到他好美就是学 就是没有学 应该不是学的 就是说那个Investment 即是经营公司的世界观 就和哪一家外国公司 当年成长的路径 有点不谋二合 就是Amazon 因为Amazon是极度出名 OCF是多少 以后Investment 就堆多少下去 堆到竞争对手 是永续都竞争不到对峙为止 比亚迪就暗陷了这条道路 那个是所谓固定投资 是多了那么多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令到 可能是側面地反映了对手 是越来越难去追的 这个距离越来越大的 一个所谓的契机 而由于Cashflow改善了 也是令到融资的成本 就是融资Cashflow的角度 是有改善的 起码去上年和维度 是借得了一百亿 这个 但是它现在到夸价还债 是负了九十亿的 这个OK 所以整个 就是不要经常看 Earmazon share是多少 你看现金流量表 其实来说是漂亮的 那到最后 就是补充了两个点 就算数了 就是说它境外的销售 那个增幅 其实来说是相对本土是理想的 也是占了整间公司销售的比重 越来越高 简单来说 不要看绝对的总数 就是看升的百分比的话 境外的同比的升幅是300% 境内就是50% 这个 境外那里如果升幅越来越高 也是一个好事 这个 那最后就是说 比亚迪其实 它那个汽车的销售 现在是 譬如如果是供应链 或者近乎是停电 那些是对那个 产出有点宜外 其实就是说 只是纯粹讨论 汽车举震里面 是应该颇为强势 而且那个强势 是未去到尽头的 因为它起码还有三个 比较黄牌的 所谓的推出的车系 包括了海炮 腾西 和唐的DNP的系列 其实都未推出来 未进入数的 这个特别是海炮 这一个应该 那条数都挺澎湃的 OK 以上这些 就是训练了大概一百页的报表里面 是 是 只是懂得关心的毛利率 sales的增长 和earnpages 和再关心PE高 还是低以外 的一些 你不训练报表 是看不到的 一些的figure 是 我读出来的 那些已经是有意义的figure